加入光榮的進化 喔喔喔 加入光榮的進化 OMG 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邦宗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All the Man 今天呢 我們要來召喚下一隻 這個魔方的這個恐龍啦 那上一集我們召喚 召喚這兩隻 欸沒有 上上一集跟上一集 一隻是幕府將軍 就是右手邊這個 奶頭會發光的 然後左手邊這一個是 這隻叫什麼名字啊 我突然忘記了 喔 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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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摸屍的 喔 總而言之呢 他們呢 都是很強大的生物喔 然後我們有嘗試去打 昨天那隻長得很奇怪的烏龜 喔 他的名字叫做 叫做什麼 啊 我又忘記了這個名字 這很懶得記啊 不過沒有關係 我有把他們記起來 喔 因為我有遇到他們 我都把他們記成傳送門了 喔 一個叫做米芬里爾 米芬里爾 喔 那個 那隻炭龜叫米芬里爾 他 他就是 怎麼講 他跟瓊奇一樣 瓊奇是一隻阿根廷菊 瓊奇的話 也是一樣就是擊殺之後會二次進化 然後二次進化之後變得更強大 只是好死不死我們昨天在玩的時候呢 我們遇到的是這一隻 這一隻呢 是目前這個模組裡面最強的生物 目前來講算是最強的 這一隻是第二強 不過呢 這一隻我們從之前到現在一直以來都沒有遇到 不過呢 老頭呢 就是探索了一段時間 終於被我找到他在哪裡了 那待會呢 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要準備去擊殺這一隻瓊奇 不知道打不打得贏 總而言之 試試看 反正呢 我們待會呢 召喚一下我們第三個魔方 叫做 第三個魔方叫什麼 我看一下有點忘記了 他的名字叫做 叫做 尼德霍格 他上面官方標註說 來自地獄的強大生物 到底是多強大呢 我們待會就來召喚看看 然後 如果打得贏的話呢 據說他們兩種這種BOSS 在他們的這種變身型態 只要變身完畢嘛 對不對 你再把他擊殺之後就可以免費獲得 他們 就有點類似說 擊敗他們就可以讓他們加入我們這樣子 所以說 如果我們有這兩隻的話 基本上就是已經 天下無敵了 沒有人打得贏我們了 就差不多這個模組就要結束了 除非是等更新啦 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 古龍方面的話 古龍老頭是在沙漠有遇到 老頭在沙漠有遇到古龍 不過呢 我今天不想要去抓他們 下一集再去抓吧 我們今天這一集先把我們這個 最後一個方塊 也不是說最後一個啦 第三個方塊啦 尼格獲得這個先給他召喚出來 那這個的話需要羽暴龍的各個器官 各個器官我這邊是沒有了啦 到時候還要想辦法收集 尤離是下面那個好像是 沙漠羽暴龍的其他部位吧 對啊 都還沒獲得 在哪裡啊 我看一下 我記得我這裡原本有 不見了 算了 還是我把他丟掉了 忘記了 反正總而言之呢 我們這個心臟也收集完畢了 老頭委託一下我們這個哥們 弄出了這幾個心臟 終於可以把我們這個尼格獲得給弄出來了 好不好 好 我們上一集 上上一集是這一個 沐浮將軍 然後呢 這個是 貝希摩斯 還是貝什麼摩斯的 貝里摩斯 然後呢這個是尼格獲得 好 我們把尼格獲得拉出來 我們稍微把他召喚出來 看一下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呢 呃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之前觀眾們有留言說 誒 這個摩斯是不是無視物理傷害 說上一集我在看到攻擊敵人的時候 我沒有受到流血 我沒有受到傷害 我後來稍微去測試一下 無視物理傷害好像沒有 我打BOSS的時候還是會被BOSS給反擊 所以說 還是會造成傷害 這個應該是留言破解吧 後來我去看官方 他說那個免疫物理傷害的那個好像被拔掉了 然後 瓊奇 瓊奇那隻阿根廷呢 呃 他好像是需要用這個尼格獲得 或者是說用木斧將軍才有辦法擊殺 我們的這隻是什麼 貝里摩斯呢 好像是沒辦法 他只有特定的恐龍怪獸才可以擊殺 特定的恐龍怪獸才可以擊殺 那隻叫做瓊奇 瓊奇拉根廷菊 我們待會再用傳送門帶過去給你們看一下 好 我們先把我們這隻給召喚出來 好 我們看一下 喔 以為是一隻飛龍喔 哇 欸 早知道先用這一隻尼格獲得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飛了阿 前面那幾隻 陸地形的有點難受阿 欸這好帥喔 哇 那個人家是奶頭會發光他是眼睛耶 呵呵 這真紅眼黑龍吧 欸這很帥 這真的很帥 這真的很帥 真的 這個模組做得超棒的 各位看見沒有 尼格獲得 哇這個翅膀 又有劍 哇 星紅火焰耶 還有什麼 C劍 都是星紅火焰 哇塞 可是他聲音有點大聲 他聲音有點大聲 沒關係 點一下攻擊力 不過他的轉彎擺動有點慢阿 咬一下三萬六 點一下血量好了 我們這隻有沒有打敗那個窮騎嗎 沒關係 我們先存個檔先好了 哈哈哈哈 其實也不用存檔阿 總而言之呢 我們先去打看看好不好 我們先去打看看 看打不打得贏 這實在是重點 我們先沒辦法傳送過去 這個之後再說 不管了 我們這個米芬 米芬里爾這個之後再對決 我們先來對決一下我們的窮騎 我們窮騎呢 在這個 紅樹林附近這一帶是有遇到阿 到時候來看看有沒有 好像是這個方向的樣子阿 我稍微找一下喔 順便練一下經驗值阿 哇這隻 這隻飛龍的聲音其實有點吵阿 有點過於大聲又有點吵 不過他可以飛啦 算是不錯啦 魔方裡面唯一一隻能飛的恐龍 欸你看才剛講而已就遇到一隻古龍了 欸這古龍是霸王龍古龍欸 把他們先殺掉好了 我們到時候再抓他 欸真的好吵喔 聲音超大聲的 可不可以把這個聲音做小聲一點阿 真的是有吵到 這什麼遊戲 哇這什麼 蜜蜂哥 欸這蜜蜂欸 欸這裡面是蜂巢欸 欸我進不去我卡住了 哇我進不去 欸我想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阿 我會不會被殺阿 我靠 如果我不攻擊應該是不會怎樣吧 夭壽阿 哇這個 哈囉 我可以來這邊偷一下嗎 哇 哇 欸他們是要攻擊我 欸不會耶 欸他們完全不會攻擊 而且那隻是白色的 他有分顏色喔 欸哈囉 我可以偷嗎 唉唷什麼東西黏在我身上 可以偷嗎 按1 沒辦法偷欸 稍微我們還是不要靠近他好了 好我們的這個尼格獲得進不去阿 我們直接去找一下窮騎 我們去找一下窮騎 我們去找一下窮騎 窮騎的話到底在哪裡阿 稍微找一下 哇 搞什麼東西 過來 救命阿 救命阿 你這87快來救我 我肚子餓了 哇什麼狀況都有欸 快點快點快點 燒了你們這些小王八蛋 真的是 點一下攻擊力好了 哇我們這點數好多喔 先點個100萬 然後我們先點一下我們的攻擊力 至少點了1萬嘛 至少點了1萬嘛 然後餵他吃一下這個好了 然後他需要吃一點這個東西 OK 走 我剛剛好像是被那個 被那個 被那個獅子給打下來喔 唉唷看到了在那邊阿 這是我們的窮騎阿 把他打死會變有一隻大BOSS出來 殺 窮騎我來啦 咬死你 咬死你 有他要進化他要進化了 欸我卡住了是不是 欸這個卡住不行阿 趕快跑趕快跑 他要進化我們看他長什麼樣子 OMG 進化了進化了 哇應該是施 施尾蝎阿 施尾獸 打得贏嗎 上 What the hell 好啦各位兄弟們我們回來啦 剛剛呢 可能是我們這一隻 這個尼格霍 尼格霍德 尼德霍格 尼德霍格 講錯了講反了 可能剛剛是我們這隻尼德霍格呢 他的這個等級太低了 血量也太少攻擊也太低了 所以說呢這次老頭呢 把他練一練 把他等級呢 練到差不多624級了 然後呢這個血量幫他點到500萬 攻擊力點到5萬 應該基本上是打得贏了啦 所以說我們現在把這個等級練高了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輸了吧 欸我們試試看齁 我們真的試試看 不然 不然這次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打打不贏阿 先試刀 哇靠 咬下去秒進化是怎樣 欸欸欸我什麼都看不見 哇一下有150萬傷害 完了現在情況不太妙 我居然中了蜘蛛的毒 我居然中了蜘蛛的毒 好死不死被卡住 中蜘蛛的毒 要入光榮的進化吧 等一下等我看清楚再說好不好 來來來 上 哇靠這個傷害 哇要死啦 等一下等一下 這情況不妙 呼呼呼呼 欸還是打不贏阿 是官方是有問題是不是 欸他在回血啦 官方說只有我辦法對他造成近戰傷害 可是他打我就痛到靠杯 欸欸這沒問題嗎 我已經點很高了欸 你賣叉啦 哇賽 這是怎樣 完蛋了 我要怎麼贏 根本是打不贏阿 魔法傷害呢 噴他好了 不要死了 不要死了啦 這怎麼可能贏得了大哥 不行阿 你光榮的進化 你說只有尼格獲得可以對他造成傷害 我都攻擊一點到五萬了 我打他打個毛皮喔 這不可能贏阿 好啦這個老頭已經盡力了喔 咬屁咬喔 不要咬我屁股阿 欸 霸王龍不要自不量力了 轉死了 好不好 我覺得老頭我已經盡力了阿 就是 不知道該怎麼去打他阿 打不贏阿 有沒有人有辦法阿 幫我幫我把他打贏阿 好不好 交給你們了 讓你們看一下這個龍帥帥的姿勢 好不好我覺得我已經盡力了 好不好今天內容也沒有那麼多 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如果你們有更好的方法呢 歡迎提議在影片下方留言好不好 那今天內容差不多就這麼少 也沒有太多東西 因為我打不贏阿 也不能用他阿 要打贏他才可以使用那一隻 那一隻奇美拉嘛 對不對 那一隻奇美拉還會說人話 嚇死人了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的話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 方諾聲論再見吧 掰掰 小粉絲 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發呈消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